这家股上的高家股股们也好 一块上一块下一块上一块 因为我们的银行股波动很小的 又是暴涨又是暴跌 大陆股民直说吓坏了 近期路股在3600点到3700点之间上下大幅震荡 就有中国财经媒体形容大陆股市 现在既不是牛也不是熊 而是介于两者之间难以判断多空的猴市 就有如猴子一般指数上窜下调 周围大跌周围大涨 那实际上从现在来看 无论是多空上方 都没有一个一下子完全压倒对方的这样一个能耐 所以市场陷入了一个拉锯 这当中我反映了两点 第一投资者的信心 它需要有一个过程来首先重建 第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人们对后市预期还并不完全稳定 中国A股专家分析 目前多空势力相当市场陷入拉锯 不过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 却公布月度调查指出 路股投资人信心正处于修复期 在投资者信心指数方面 7月的59.6也较6月明显回升 并且还是连续第14个月处于乐观区间 同时也看好大盘 未来走势投资人的比例上升 买入意愿也将有所增强 因为制造业指数效法数比较快 所以这个地方整体而言 我认为两项拉锯之下 可能在11场价前 还是比较属于一个盘整的趋势 还有一个指标只是观察 当外资在路股抽资金抽到一个段落以后 我想那个地方应该会比较明显 有出现大幅性的攻击力道 国内路股专家分析 8、9月上阵指数 恐怕还会维持侯市一段时间 10月比较有机会 靠着黄金假期 11长假再度出现多头 周四上阵指数早盘提债股集体下挫 接近5盘又一度翻红 再度出现侯市特性 指数在3700点 整数关卡交战 中场下跌33点 收在3661点 跌幅0.89% 但由于后市不明 市场人气冻结 上阵指数成交金额 仅仅3575亿元人民币 成交量也创下5个月以来新低 政政指数下跌0.82% 成交量也只有3496亿元人民币 记者陈玉智 李思锦 台北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思锦 李思锦 李宗盛 10月底 李宗盛 consider达了坑 佛敌人电短指数